各位同学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 就是实现设置页面 这个设置页面 大家可能做其他APP都实现过 我们今天要讲优博 它的一个设置页面的一个效果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图 这是它的一个效果图 上面有它实现可以编辑 编辑它的一个头像 这些信息 然后还可以有账户信息 还有一些常用地址 下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个信息 它其实类似于我们table wheel的一个group 这是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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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实现设置页面 其实有许多的一个实现方式 我们加一下 我们 我们简单写一下一个注释 第一种可能就是我们 用table wheel table wheel的一个group来实现 但是table它的group呢 跟这种是不一样的 它的group不是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系统的这种 它的group其实是这种类型的 而我们需要的是这种的 这种就有一点区别了 所以我们第二种思路 我们用table wheel group呢 实现的可能就是这种 这种效果 如果想跟它的完全一样呢 第二种我们还是用table wheel 这种方式呢 就是 不是group了 普通的 我们自定义 自定义 自定义 单元格 单元格的方式来实现 我们前面讲的两个项目也说过这种自定义 单元格的一个方式 就是这这一块是一个大的一个单元格 然后这单元格里边呢 我们就添加按钮 这添加一个图片框 里边属用标题 这些名称 然后这又是一个大的单元格 这又是一个大的单元格 我们也可以这个单元格呢 也可以把这个账户包含在里边 这是一个单元格 这个表格呢 是没有分割线的 这又是一个单元格 把它分成一个长 每一块都是一个大的单元格 如果账户不跟着这个单元格呢 这个账户也可以设置成 Session 我们表格里有Session的一个概念 就是Session的一个title 每个Session 这是一个Session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呢 不知道大家以前用没用过 就是说 用Score View ScoreView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还是用NIP的方式 这些空间 我们不是不会去手动去写代码来创建出这样的一个界面 我们还是利用NIP的一个快速开发 我们创建一个大的一个界面 在所有的这个长的界面上呢 把这些功能实现根据我们这个页面的一个高度 把这个页面添加到ScrollView上面 这就是这种意思 好 这是三种方式啊 大家如果有其他的方式的话 大家还可以提出来一起交流一下 我们今天就讲第三种方式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 就像我们建一个 SettingPage 把我们的资源文件也创建出来 我们不去添加这个ScoreView啊 我们不去添加这个ScoreView啊 大家可以去自己添加 把这个页面添加到一个ScoreView上 我们啊 我们只创建 我们添加一个页面 然后呢 改下它的一个尺寸 我们在四行寸上做的一个界面呢 大家记得把最后呢 多屏幕适配的时候 一定要加上这种自动的一个布局 Auto layout 否则它在其他设备的尺寸上会 界面会有一些 不会 会有一些效果不好看啊 好 我们就在这个页面上 把我们的这个界面做出来 大家可以看 首先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图 这种图大家就可以去解了啊 把这张图做出来 我们把它放在桌面上 把这张图做出来了 然后我们让美工再做一个这个边框 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边框 当然这上面是没有文字的啊 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隐藏掉 好 好这个框做好了之后 好这个框做好了之后 其他其他这些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大家就是也是这样的思路 让美工去给我们做图 这种图刚才看一下保存在哪里了 刚才啊 好 在我们的work里面 把它加到我们的这个资源里边 把它放在 background里边 架构了 放在这里了 还得运步的 然后我们加来之后呢 加到我们的一个工程里面 然后就可以设计我们的这个setting了 我们先把上面这一部分加上 因为我们是用的 直接往这上面加吧 按照我们的这个效果图 就可以添加上来 我们首先加一个 可以加一个button这一块 根据我们这个图的大小 然后把它加进来 我们可以用一个imageview 这些都可以的 好 这是这一部分 然后再把我们的输入框 改一下 然后把我们的图片 开一个import 好 这种图呢 其实做好就行 我们截的肯定有一些拉伸 好 这一块呢 由于它可以编辑 所以我们要用 不就不能用 这种label了 我们用text 如果不能编辑的话 我们就把它设置成制度 如果可以编辑 就让它设置它的一个属性就可以了 好设置一下它的一个样式 把它边框去掉 然后再添加一个 图片 比如我这个叫hero p y a r 好 hero 然后这是 这就可好可以了啊 是不是可以编辑啊 它其实是有属性的 我们设置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 同样我们的账户电子邮件 同样用这种方式啊 往这下面加上啊 往下面添加就行了 比如我们添加啊 这里边叫它的一个背景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背景色 24222424 看一下它的一个背景色 好 背景色我们就盖好了 然后呢 比如我们这里边有一个账户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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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 其实我们简单的我们还是啊 大家可以去真正的实现一下 我们把这个图 账户 接上 我这里边主要告诉大家的是一种思路啊 大家自己要要去一定要去自己去实现一下 因为我这里啊 没有这个还需要做图 然后这是告诉大家这种思路 把这个边框跟美工做好图之后呢 我们把相应的输入框啊 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再添加一个账户 这种方式 这里边 我们可以设一下它的一个属性 好 看它比较小啊 看它比较小啊 好 这地方啊 我们添加好了之后 天用的空间添加上就可以了啊 这是账户 然后其他的我们就可以往下面添加了啊 如果它很长 我们就把它啊 加到在这里边建一个score位有啊 就可以了 如果它啊 正好添出我们的屏幕 我们这里边就直接把这个位有 我们为什么分开呢 就是为了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不长啊 一种是很长 我们就在这里边加一个score位有 然后把这个往上面添加上啊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设一个 UI view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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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一下关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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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真的是 啊 og 啊 啊 啊 也有 好啊 这样呢 我们初始化的时候 因为我们我们就直接把它添加上来了 大家同学可以去试一下 就是把把这个sql有设的很长 就是说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呢 它不是这个高度了 它就是freedom 然后呢 高度如果我们这个页面有很长 比如我们是600 只有600这么长 或者嗨很长 我们就把这些界面都往上添 添完了之后呢 把它添加到这里边sql有就可以了 好 我们直接把它添加上来 add sub you 添加之前我们还可以设一下它的一个 或者我们不设也可以 添加完了啊 我们把它显示出来 我们先把这里边的这个 添加一个 一个关闭按钮 然后呢 我们把它显示出来 user backview 我们这里边有设置 所以我们这里面 light page citing page lightnv page 它是一个有导王蓝的 所以我们要点一个navigation control 这里边呢 这里边呢 这个 setting呢 其实我们可以告诉 它的一个 说一个delegate 或者owner 使用owner spacepage 这里边我们就可以设 它的一个属性了 就是 使用centerpage 用centerpage 的owner 使用centerpage 我们这里一起说一个 这边我们写错了 OC的一个写法 我们这里面可以写一个 因为它会掉出里面的一个方法 我们看能不能发文到 看它一个提示 这里边我们 我们用就掉它的一个函数吧 我们看这里有什么 site own function home page to be 看我们这里边它的一个提示 cunaut convert to argue type 我们就先不加它了 我们直接先用这里边的我们直接先把它显示出来 下边后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问题 先把它去掉 我们先把这个页面 先把我们这个页面显示出来 present nv nv page yes true 好 这样我们就显示出来了 看这里边的一个 看这里边的一个 w 好 我们显示一下 好 运行起来 好 我们这里边点 然后设置 然后这个页面 我们看一下 由于它呢 它是有导航栏把我们这个挡住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 或者还有一种办法呢 就是我们改一下它的一个坐标 就是我们改一下它的一个坐标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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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me C J R E E Frame F R A M Use Back Frame Frame Y 64 我们把它往下移 64 Use Back Frame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 看这样就OK了啊 那这样它是不能滑动的 如果过长的话 我们这里边就把它加到啊 Score Wale 那边 然后设置Score Wale的一个啊 Content Size 就可以了 大家自己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点击编辑的时候呢 这里边还有一个编辑按钮啊 点击编辑按钮的时候 其实就是把这些啊 输入框的一个属性 这里是只读 还可以改一下它的一个属性啊 另外TESTV有这里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关闭就OK了 好 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